2022年是怎样的一个年头 有太多插曲 打断我们的春种秋收 让我们陷入愤怒与哀愁 有人说这一年不太好 有人说这一年简直糟透了 居家隔离的第十四天 公司发来的消息 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平凡了 难道我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以往每年一次的出国旅行 已变成连续三年的奢望 天知道我有多想念南太平洋的沙滩 和等着我吊起的钓鱼 已经等待三个月 没想到一条国外的新闻 让我已经交完定间的爱车 迟迟没能与我见面 从道琼斯到护纸 从四千点到两千点 绿色似乎成为今年股市的主色调 完全失去流动性的时长 犹如一片死灰 我失业了 没被公司开掉 只是公司关门了 没有散伙饭 也没有人祝福别人签诚四尽 看到这里 你是否还要看下去 面对这一年里的灰暗色调 你是否还有勇气 奔向黎明 好吧 让我们继续 居家的日子 比我想象中来的繁忙 老婆每天都喊我一起做饭 儿子急着跟我分享 她的所有新发明 原来我对他们是这么重要 偶然听到一首老歌 勾起了一些陈锋的回忆 于是用黑胶唱片换掉了余句 原来快乐的事情不值远行 一直在阳台上吃灰的自行车 其实速度也不算慢 只骑了半个月 我的肚子就小了一圈 关闭电脑 忘掉凡人的数据 走出办公室 去到乡野 来到被绿色占据的地盘 才发现 绿色本来的意义是如此美丽 和几个朋友互诉惆怅 同样失业的老李忽然提出 我们创业吧 中年代业的我 忽然感到一股热血在心中激荡 还好 我们没有中途放弃 还好 2022为我们展开了生活的另一个样子 还好 2022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迟早会开始怀念它 虽然没那么完美 但也不那么糟糕 有得有失 有舍有得 有让人难挨的灰暗情绪 也有让人大步向前的黎明微息 二十三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 你好 2023 Yuan 炎 RE 带 炎 予 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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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